巴西里约奥运会正式倒数100天 奥运会圣火上个星期在奥运发源地 拥有2600年历史的赫拉神庙点燃 并在希腊境内传递6天之后 星期三终于转交给巴西奥林匹克委员会 圣火将储存在一个特制容器内空运到巴西 画面看到的地点是举行第一届 现代奥运会的范牙点体育场 火炬首先是由1996年亚特兰道奥运女子跳高项目 银牌得主巴科杨尼代进会场 火炬在床内传递一圈后 再由希腊奥委会主席卡普拉洛斯 将火种转交给巴西奥委会主席努兹曼 生活将在5月3日抵达巴西 最后由12000名火炬兽在巴西境内传递 最终在8月5日带到里约热内卢 为奥运会掀开序幕